四海为家,哪里才是家? 生根发芽,看见加拿大 大家好,我是贝贝,来自多伦多 大家好,我是小夕,来自文特利尔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不知道大家对老年这两个字是怎样的定义 或者说大家有没有想象过自己老年时的样子呢 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嘉宾 88岁的张奶奶 来分享她的老年故事和人生经验 小夕和张奶奶呢是万年交 我总是从小夕口中呀 不断听说张奶奶这张奶奶那的 所以在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 我们先请小夕来做个张奶奶的简单介绍 好的好的,今天的嘉宾啊 我可以说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朋友 而尊敬这个词在这显得都有点分量不够 她就是刚才贝贝提到的88岁的张芷美奶奶 说我们是朋友 倒不是说我有多么成熟或者智慧能跟张奶奶交流 而是张奶奶的思想啊 又年轻又新潮 往下迁就我是一点压力也没有 给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张奶奶 她呢是上世纪30年代 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户人家 从小呢就上的是教会学校 但是在那个年代 她的境遇啊 大家其实可想而知 经历了这个波折的前半生 在她50岁的那一年 反正我用我的话描述就是 她在完成了所有为别人而活的角色之后 终于决定要出国 要来好好活自己的人生 她靠着自己努力 求学 找工作 开启了人生的第二个篇章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也是迎来了人生的精彩迭起 张奶奶呢 她很早就开始了写作 她在1992年就出版了一本英文书 叫Fox Spirit 还获得了当时的魁北克英语文学促进奖 当时这本书啊还翻译成了法语德语很多其他的文字 而退休以后啊 她的时光就更丰富多彩了 根本就没闲着 大家知道哈 我们这个城市蒙特利尔是一个英法双语的吗 而讲英语的她 在当时选择老年公寓的时候 却偏偏选了在法语区的公寓 是为了锤炼她的法语 天哪 这份精神我们好多年轻人都比不过 在2019年 她出版了一本法语书 叫Le Trasse dans Papillon 叫谍变 目前呢 她的第三本书是中文书 马上就要出版了 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张奶奶呢 还是一个话剧演员 前两年有一部非常出名的一个剧 叫La Mouret d'unpli 就是爱情像饺子 估计有朋友听说过 在我们这最著名的演出中心 Plus des Arts上的 而张奶奶就是主演之一 现在奶奶应该是在写第四本书吧 她的精力太多了 三言两语根本就说不完 我们来听奶奶跟我们聊一下吧 张奶奶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他们都叫我张奶奶 其实呢 叫我张奶奶我挺高兴的 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是真的是一个长辈了 还长好几倍是吧 大家好 我们想问一问奶奶 你为什么这次会接受我的邀请 来上我们的播客呀 那天听你说起了你们这个新稿的 这一个项目 四海为家 Life in Canada 我听你的介绍以后呢 我真的挺感兴趣的 我觉得这挺新颖的 通过这个讲故事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呢 交换一些价值观啊 为人处事啊 尤其是现在人人面对着这个现实啊 就当今的社会 都是这样有无穷的变化 所以呢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我们大家来交换一下自己的这个经历呢 就都能够从中受到一些启发 我也想在这个平台上来试一试 讲以前的故事 讲我年轻的或干嘛的 距离大家也太远了一点 可能也没什么太多的这个借鉴的价值吧 所以现实一点 我就讲解我的老年吧 因为现在也是进入这个老年的阶段 讲解我的老年生活 我们也想听一听 赵奶奶老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说老年吧 我觉得这也是 我从其他的书中得到的启发 那就是让老年人来谈老年人呢 就会谈得比较深刻一点 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谈老年啊 他只能是从理论上来讲啊 或者一些从间接的一些经验 这种不如这个老年他自己他经历过了 他就生活在这个里面 他来讲的话呢 更深刻一些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是老了呢 说实在的 我好像很少去想我的年龄 可是有时候人家一问我 我就回答了以后 我才觉得 哇 我都那么大岁数了 可是我自己呢 我就很少去想 在什么时候我才觉得我是老了 我走不远了 挑动东西了 爬不高了 这时候我就觉得哎哟 我是有点老了 可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个呢 而觉得挺沮丧的 或是挺泄气的 倒是没有是这样的 我觉得尽管有这些小小的不变吧 但是呢 我的思想还很活跃 我脑子还很豪使 那么我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的 怎么样你才可以这个提前准备自己的老年生活这一点啊 咱说的简单一点 这个怎么叫做提前呢 我觉得我从我来讲 我是要觉得我当我自己还能够做选择 自己还能够做决定的时候 我就要开始准备 我不能等到最后一切都要别人来做决定的时候 我才随着别人的意愿来处理我的老年生活 所以这就是这样 在我自己还可以自理 自己还可以做选择的时候 我就选择了一个这个老年公寓 其实我这个老年公寓呢 不是 有的人就说老年院 不是老年院 跟老年院是两回事 老年公寓呢 是这里都是可以自理的人 我们这里就是55岁以上的人 就可以进住到这里 而且呢 我在这里呢 我租的一房子呢 也很宽敞 粮食一厅 所以我既有我的厅 我有卧室 我还有我的办公室 在我的办公室呢 我还有我的电脑啊 所以不要让自己太赶不上趟啊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环境 老年公寓 就能提供的服务有哪些 我还是比较好奇的 就是你可能跟租了一个公寓一样 但是它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给老年人呢 这个老年公寓啊 我们的地方很宽敞 就是这个公共的地方 这活动的吧 都很宽敞 但是自己呢 还是可以自理 自理的人才可以住进来说 我们的这个房租里面呢 包括这一餐饭 所以有一餐呢 是到餐厅去吃 要是不想到餐厅去吃呢 去把它取回来也可以 那么它的活动呢 还有一些个集体的活动 比如说呢 跳舞 瑜伽呀 它有太极呀 还有不时的有一些讲座呀 还有一些其他的室外活动什么的 打台球啊 这些都挺多的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越南史啊 电影放映史啊 星期天呢 还有那个神父 还会来到这里做弥撒 因为老年人信天主教的 那他们要出去呢 有时候不太方便到教堂去 特别是打冬天的时候 下着雪 刮着风的时候 所以每个礼拜天呢 那个神父他就过来 在这里给他家做弥撒 每个屋里头都有那个拉铃 你知道 如果你这儿出现了什么急的事情 你就拉一下子 他们马上就上来 马上就上来 看着需要找救护车呀 或者需要帮忙啊 什么事 所以我到了这儿以后吧 我说实在的 我就觉得在这里吧 有很大的自由度 真的很大的自由度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孤独感吧 反倒这个减轻了 因为什么呢 你是住在一个 像一个社区的站 像community这样的里头 你周围总是有人 你下去吃饭 你下去合同啊 跟大家打招呼啊 说上几句话什么的 那么跟我比起来 我当时呢 自己住在一个房子里 我不是住在一个公寓里头 大楼里头 所以呢 我天天见到呢 只是我自己 想想看 就是疫情的这三年当中 都不许出去了 那想想多可怕 我自己一个人 就关在那里头 关在屋里 但是我们这儿呢 那就方便多 他也照顾得很好 就是有些公共的活动呢 停止了是吧 大家也不让串门什么的 可是呢 你还是有可以溜达的地方 外头这个我们大厅里 非常大的大堂 你知道 或者我们自己的后院 你可以在那里 都能不出大门就是了 所以我没有觉得 就在那几年疫情的期间 我都没有觉得 简直好像非常的闷啊 这个感觉到这个很鼓励 这个感觉没有的 我很好奇一个问题 就是就祝老年公共这些人 有没有谈恋爱或者结婚呢 嗨 你说这什么吧 这年老了吧 怎么说呢 这爱情好像是 不受年龄限制似的 真的不受年龄限制 而且呢 有些人呢 是有些人就习惯 有个独处独居 有些人他就不习惯 他就只要他的配偶去世了 他得找个伴 他一人他就没法生活 特别是男的 男的好像他总得有个女的 在旁边照顾他 没有这个的话 他简直就觉得缺了点什么似的 所以我们这里呢 哎 就到这里 在这里成立的一对一对是有的 是有的 但是这个男士啊 是少数民族 大多数都是这个女的 你知道 可能这根就是女的活得长的 你树米长也有关系 所以呢 这男的在这里呢 吃香吧 因为他人数少 女的多嘛 就有很多的 但是啊 你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有些人吧 他就是不能独处 他就得有个人 不管这人是怎么样 他得有个人 但是还是有不少女的 就是像我这样的 你知道 就是非常喜欢读书 你在让我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 我生活不了 我受不了 所以呢 这就是个人的选择 你知道 但是同时呢 也有处处合不来的 你知道 又分手了 又换个别人了 这也有 当然还有 还有这个呢 而且那个人家新处的一对吧 别人也有人看着挺羡慕的 甚至有的说 有点吃醋的 也有 都有 你知道这是人嘛 他这些都不是男人限制的 而且我们这还有不少同性恋的 这男的同性恋的 女的同性恋的 都有 老年人他们谈恋爱啊 或者是分手啊 就你观察过来 有没有比年轻的时候 比年轻人会成熟一点 有的人他这个分手的话 就是他有的人成熟一些的 但是有的人呢 不够成熟的人 这里也不少 你别以为年纪长的就成熟了 活了几十岁了 七八十岁 不成熟的 有的是 特别是要不然 特别是男的 你知道 你不叫男小孩吗 你知道 就是所以呢 这个都有 因此我有时候我就这样 人毕竟是人 不管你多大年纪 都是这样子的 张奶奶 你生活了 接近快一百年的时间了 就是社会啊 文化啊 包括你后来又移民 就您周围这个环境啊 随时都在变化 而且可以说是 这种发生这种巨变 所以我很好奇 就是说 您对这个父母和子女的 这种关系和相处方式的理解上 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 然后以及 您对这个孝顺的理解 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因为我父母他们是浙江人 浙江温州的 很早就离开了 所以家乡的人都没有来往了 也没有了 你知道 也没有了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亲切 没有什么亲切周围 什么什么姑姑爷爷 姑姑啊 舅舅啊 或者是叔叔什么 这都没有 我父母吧 就是可能跟他 受到这个教育背景 也有关系 因为父亲是留学的嘛 所以我们家里很自由 也很民主 就是说 怎么说呢 他不太 管我们 所谓管我们就是那个强制的 要怎么怎么怎么地的 那样的严格的那种管制 没有的 所以就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度 所以我觉得呢 我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的 但是呢 并不等于说是不听话 你知道吗 这个从小就知道 在家里要听话 我就是再怎么着 我算是人们小说就说我任性啊 我再怎么着 我跟父母是不顶嘴的 那父母说了 你不愿意听 撅着嘴我就走了 是吧 但是不顶嘴的 就这个呢 就是说 跟我跟我的这个下一代呢 就不太一样了 我有俩女儿 两个孩子 也是像国内那种孩子 是人家听话 中国的孩子以前都是这样的 可是到了国外以后呢 他们看了这个国外的这种 受国外的这种生活的影响 教育的影响 他们就不太一样了 开始的时候呢 我还觉得 怎么总有自己的主意了呢 是吧 后来觉得呢 我应该让他们有自己的主意 因为他们必须要在这个社会 生存下去 所以我也就很多事情 由他们说了 他们不愿意听我的吗 就不听了 好了 那你们就自己去 特别是有那小的女儿 来的时候才十几岁 你知道 十六岁吧 那时候呢 正在那个性格 也各方面都在定型的时候 所以有些东西呢 它加在这种两种文化的东西 有时候它就分辨不清 是吧 那个正确的与不正确的 这时候我要提醒他一点 但是过后呢 我就想 你去闯 你去闯 不要紧 你去闯呢 闯不出来的地方 受的挫折什么 这也没关系 你只有这样 你才能闯出你的路来 我是这样看待 别人给你铺平了的那个路 让你去走的话 你走不远 你要自己去闯 闯出来 而且你会知道 最后你想做什么 你喜欢什么 选择配偶 这上也是 那么他年轻的时候很活跃 也很聪明 有过好多个男朋友 我只会在旁边 我就提 比如说这个男孩子 你要注意他那一方面就是 可是如果人家正在好的时候 你也不能让人分手 对吧 你只能说提醒一些注意的地方就可以了 我对这个子女 我真的没什么依赖的 我这个人本来就是不太愿意赖别人的 你知道 所以他们关心我 不时通通电话来看看我 这就是孝顺了 我没有想像这个传统的这个父母当中 就是那样的去要求这个子女的那种孝顺 你一定是养儿防老啊 这些东西 你一定得照顾我 怎么的 没有 我这防老我自个儿来 我自个儿来处理 我自个儿来决定 我自个儿来给我创造 我认为是必要的条件 所以张德南 您当时就是选择搬入老年公寓的时候 有想过说要去跟自己的孩子去一起住 跟他们一起住啊 你说 哎 我就跟你说 这个我知道 搬入老年公寓啊 这个对很多人说 咱不说光对中国人 对西人也是这样 走这一步是很难的 倒不是说这条件不好 我这条件真的很好 我现在我过得很舒服在这儿 你知道 但是我有些朋友 西人的朋友 让他们去走这一步 因为这一步 等于你人生的又一个阶段 而且呢 就是说 你要承认你是老了 那不是老年公寓吗 是不是 这是老年公寓 他才进这个地方 很多人不愿意面对这个 也不愿意承认 你知道 我是觉得 我承认我是老了 但是我服不服老 都是另外一回事 对吧 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我在选的时候 我这个选这老年公寓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经过儿女的同意 或者没有他们的建议 说你在哪找一个 我自己去参观了几个老年公寓 参观了几个老年公寓 我为什么选在这儿呢 选在我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 全新的 你知道 而且一进来就像 像那个五星宾馆 吃的那个大堂 高的那个天篷 你知道 是常量级了 我一进来我就觉得 就气场对头 我就 我就那个什么了 我之前呢 我要去参观 这是第三个 我参观的 之前我去参观两个 一个在那个 Nicott St. Luke那边呢 那都是犹太人的 那个区域里头 我觉得这犹太人的区域里头呢 可能是会这个 好一点吧 会条件好一点 我就去了 那可是 它是一个比较老的 这个老年公寓了 我进去以后 一看吧 那个大厅啊 也不是像我这儿 这么常量啊 里头坐的人呢 坐在有坐轮椅的 或者有坐沙发上的 都是个个的无精打采的 那个样子 低着头的 我一看 我说不行 这气场不对头 我说我不能 我周围都是这样的人 我周围的 还是还是有点 需要有些活蹦烂跳的 才行 不能都是这样的 因为这样的话 对我影响太大了 我进去以后 一看这个 我连他的房间 我都没有参观 我就走了 张奶奶的那个公寓 我是去参观过的 其实大家可以 就想象一下 是一个高档的楼盘 但是所有的细节 都做了老年人 加强的设置 你可以想象一下 那种感觉 有多帅气 那其实我还想问奶奶 就是说 刚才我们聊到 说你很潇洒的 哇 去选择自己的 我要住这个老年公寓 我不住那个老年公寓 就像您说 其实这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因为意味着 可能自己要 重新走到一个 新的人生阶段里 那我觉得您的这份 潇洒和底气 是怎么来的呢 在说你这个之前吧 我刚才在说一个 就是我挑选这个的时候 我女儿她住在西岛 我这个是在东边 东边是法医的 西边呢 都是英语的多一些的 她住在西岛 她当时就说 那她当时就很不理解 我怎么弄得一个 就离她家就更远了 我怎么选这个 这东边的呢 怎么不在西边 靠她近的呢 她说我这边 也有很多好的 她说你可以 后来呢 我就跟她说 她不理解 我今天要说这个 就是什么 她不理解在哪里呢 我在这 我这东边这个 你问这个小夕 小夕她因为她来过 我出了以后 我就拐弯就是一街 一个街叫Masson 这条街上什么都有 你知道 我出去遛弯 然后对面就是个公园 然后我的公交车 好几趟往城里去的 都不远 或者走到地铁什么的 所以呢 我可以活动 我是个自由人 可是我要到西边去的 她那些的这个老年公寓 是靠水边 很美的 你可以看水 可是那前面什么都没有 哪都不是 你出去你要没有 你自己不开车的话 你就行了 你就困在那吧 后来我就跟她说 我不能困在那 我得有自由 我说你们开车 你们能天天出来 陪我玩去吗 对吧 所以我就是说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是我的生活 我必须要自己能控制 我的活动 我自己能控制 刚才小夕提的那个条件 就是人要做到 我现在能够生活这么自如 是吧 我可以控制我的 我就去一下 我要干什么 对吧 这也有这个 两个最主要的条件 两个最主要的条件是什么 第一 你必须有健康 对吧 你这个健康 那你说你病歪歪的 你到哪儿 你也只能坐到屋子里了 对吧 我到哪儿我都能去 除了这个大风大大雪的这个日子 我不愿意出去 怕摔跤 是吧 这是我也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怕摔跤 我知道老年人应该注意什么 那其他时候我愿意怎么着 我就穿上衣服我就出去了 对吧 出去以后我跟正常人一样 我没有我几十岁了 或者是你跟你相差几十岁 咱走到街上都一样 我就感觉到呢 我像个正常人在生活 哎 走到那街上去 随便买个什么东西 买吃的更不说了 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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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A什么的 那有各种的法式的小 小咖啡厅 不时的坐进去 喝个咖啡 坐到那本书 看一看 哎呀 感受好极了 对吧 所以就说这种东西呢 如果这种东西没有了的话 你想的话 生活会多枯燥 那我就是 你再给我做一个 住在一个更大的房子里 又有什么意思呀 是吧 我不能光看着房子呀 是吧 所以这是一点 这是一点 我当时的那个女儿 她说我为什么不选到西边的时候 她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知道我跟她提出 我说你那 坐一公共汽车 除了都老远 对吧 那时候我不能整天坐在河边看水呀 是吧 另外的话呢 你点那个什么 你还得有经济基础 你这个经济基础 你没有的话呢 像我这儿有些人呢 就是他没有 有的人我能看出来 有的人的原来呀 他们都是职业妇女 你能看出来 他的表现 他的说话 你都能看出来 所以有些他有比较好的退休金啊 或者有其他的储蓄什么的 他就住的 穿的什么 你也能都看出来 但有些就住的非常小 其实 我又不是 本来我也不是个赚大钱的人 我退休金有限 而且我跟你说实话 我要光靠退薪金的话 因为我这里还要付房租呢 不是吗 我光靠退休金的话 是不够 我又付这种房租 又关我自己的吃喝 是吧 吃不够的 那么我用什么东西来补贴呢 就是我的一栋房子 就是我这房子 好了我把房子卖了 就我哥那儿 我用来补贴我的生活 富富有余 因为两个女儿 我把他们带到这儿以后 我就说 The future is yours 你自己去闯你的路 他们俩都不错 生活都不错 所以呢 都 经济条件都不错 你说 不需要我 我也不需要为他们担心什么 那么我也不需要 他们来帮我 就是在经济上 我也不需要他们来帮我 我要 我要自理 经济我也要自理 自理的话 就说 我爱怎么花 我就怎么花 我爱买什么 我就买什么 如果有时候我买一个东西 买贵了 没事 是我自己愿意 我喜欢 因为我现在买东西的原则 就是这样 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的衣服 小西大都看见了 很多很多的鞋 我这一辈子穿不完的 你知道 按理说 我应该是什么都不买了 我不像以前似的了 是吧 年轻一些的时候 还要多买一些 但是我偶尔我还会去买 其实我完全不必要 但是我偶尔还要去买 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 我喜欢 喜欢我就去买 这人再来喜欢 都要限制一下的话 那太没劲了 生活太没意思了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就是这种的想法 而且呢我记得有一个 我以前去美国一个朋友 那里去了 我们来讨论过 其实他也是我这个年龄 他已经去世了现在 我们俩曾经讨论过 走在美国的那个 第五大道上的那个商店里 去看一些东西 想这样买的时候 就说 人为什么要买东西 他也曾经问过一个人 说干嘛 因为我们说 we really don't need it 是吧 那么 他就说 it's for the joy of the moment 后来我想 也是我们连这种 joy of the moment 我们都得放弃掉 干嘛呀 对吧 就是说 人生当中 不时的 你需要什么 点滴的快乐 这种东西 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 这也是一种点滴的快乐 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就这样 所以呢 我现在我就是这样 就这个态度 听奶奶聊了这么多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虽然奶奶是 长我们两辈 但是其实她的观念 是非常先进的 那其实奶奶 我们想问一个 可能没有如果 但是我还真的 挺想了解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 您可以重新来过 重新活一遍 或者说 您对现在的年轻人 对我吧 比如说 有没有什么 人生建议呀 有没有什么 我这个半辈子 过了半辈子 没有选择的这个日子 你知道吧 这后半辈子呢 我就是可以选择了 是不是 或者说 我没有另外一个model 就是说 我如果选择的话 我要过那个 像那个人的那样的生活 我没有这个 我没有这个model 因为我只有 跟我自己来比 对不对 你可能这个 可能我一向都不爱 跟别人比的 这个关系 所以我就是想 如果我有选择的话 我要好好地学习 就是好好地学习 好好地正规地学习 学我想要学的 学我想要学的 那个发挥我的所长 为什么我觉得我这个 为什么呢 我说这个的话 因为我的这个前半辈子 太多的东西 是在靠自学 太多的 我一生当中 很多的东西 都是靠自学获得的 所以我如果 我重新来的话 我要好好地 正规地去学习 我想要学的 所以就这个 那么据说如果 我给现在的年轻人呢 有什么这个 有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人呢 当然人人都要有理想 有追求 是吧 有理想 有追求呢 这里的很重要的一点呢 是要有独立思考 要有这个 创新的精神 要有这个 自我价值 这种东西很必须 你不能这个随打溜 人家说什么好 你就说什么好 人家要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那你在哪呢 你要找到你的位置 你自己的位置 要做到这些的话 这里头就有一个 一个人的 最重要的品质 是什么的问题了 这里头 我认为 是要诚实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你对自己要诚实 对他人要诚实 我非常赞同说 一个人要诚实 我觉得我也是 要对自己诚实 然后也不要糊弄别人 然后我想 特别特别想要知道 就是 您所理解的 这个人的自由 到底是什么 其实吧 自由这东西 没有绝对的 没有绝对的自由 自由是相对的 它是有原则的 而且是有标准的 怎么说呢 不能放人 有些人把这个自由 这个东西吧 就弄得 这个理解就歪了 你知道 就觉得我就放人 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爱的什么 这不是你爱 爱就什么 你如果 对吧 如果你就是 你做的这事 你都去伤害了别人 那你还什么 你爱怎么就什么 这是你的自由 你的自由 如果你的自由是建立在这个别人的痛苦之上 这就不是自由 这就是你不应该做 所以呢 我曾经来这之后吧 有很多的就是在采访当中 尤其是这个西人的采访里头就问我说 为什么要到西方来 后来我就说 我如果我说是为了寻找自由的话 这个题目就太大了 因为自由这个题目的大 那么我只能说 我是为了寻找自己 寻找自我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觉得我在这里 你看在这里有很大的自由度 对吧 这个很大的自由度呢 我最欣赏的两个 就是我有自由选择的 我可以有自由选择 我可以自由自由的做决定 可以有选择和做决定的自由 有了这两个 你就很多的自由就随之而来 但是呢 你看这是一个法治国家 有很多东西就是要限制你的 你就是不可以做的 对吧 那这时候你就不能想 哎 这是你限制我的自由 那不是这样 那你那种 你那一方面的自由 该限制的还得限制 郑奶奶我想问一下 就你这辈子 有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曾经啊 也想过 也想过就是说 有些人的这个 婚姻很美满的 是吧 那么就是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享用天伦之乐啊 这种东西 那么我在这个婚姻上呢 就是不是很美满的 这个方面呢 我也羡慕过别人 你知道 也羡慕过别人 但是呢 在羡慕这个过程当中吧 我特别是 特别是看到这个 有的人 有些个家庭 那种 夫妻之间啊 还真不是 跟那个孩子之间的 夫妻之间的那种 真诚的啊 那种相待 特别是那种 能够讲得来的 我特别羡慕 能够有 共同语言的 讲得来的 共同兴趣的 这种 因为我一生当中呢 我追求的这个配偶呢 是能够讲得来的 有共同兴趣的 这个思想是一致的 但是我就始终没有遇到 这一种 始终没有遇到 所以我就不凑合了 我用完 我觉得这凑合的话呢 那就是为了有个家庭而家庭 为了有个丈夫而丈夫的话 这个太不幸福了 对 双方都不幸福 所以呢 我就这样就让他过去 就让他犯片 可是这个东西呢 你说我后悔不后悔呢 我也没有后悔 为什么我没有后悔呢 因为在那种 我非常清楚 在那种的环境下 我自己的这种这个 教育背景 对吧 跟我的这个成长过程呢 我找不到 我想要的那样很自然 我要找到了 可能还不自然 我真的很自然 我是处于那个 新旧社会 这个交接的 这样一种东西 我曾经脑子里的 有一些概念是 那个 你知道 是那个旧社会的 那个标准 而且有些东西 我在这个新社会里 我找不到了 已经 它已经没有了 不存在了 所以呢 我只能是这样 因此在婚姻这个上头呢 就是个人生活 这个问题上 我走到今天 我这样的话 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已经很满足 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什么后悔 一件事情后悔 是我在我母亲去世之前 我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 这是我最后悔的一件事 其他的呢 没有 没有后悔 对 其实非常感谢奶奶 这么通透的分享 因为这些事情 其实也是现在 我们这个年纪的女性 正身在其中 也思考的 那么其实我也有点想问一个 可能稍微有点 我不知道您会不会忌讳 但是一个比较长远 未来的问题 就是 您是怎么看待死亡的呢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吧 这个对死亡的问题嘛 心里不应该恐惧 因为死亡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规律 但是我觉得人活着嘛 活到这个生活是还有这个质量 那个还可以自理 你就多活几年倒没事 可是如果人没有 不能自理了 而且没有生活的质量呢 其实就没什么意思了 因此我是这样觉得了 因为在奎北克吧 到现在他可以允许这个 这就是法律 法律上啊 是合法的 他可以允许就是要求这个安乐死 是吧 所以张朗南你是已经签了安乐死的这个协议是吗 我是这样的 我还要去找一个这个公证人 要写一个 他又跟遗嘱要分开的 是两个东西要分开的 而且这个是在奎北克省的话 它必须是法文的 就是说如果我到了那个该走的时候了 是吧 但是我还有口气在那 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不 我就要告诉子女 你们不要是千方百计 抢救我 干嘛 不需要 真的是不需要 这样让我比较带有尊严的走调就可以 因为我听过一些其他的故事 就是子女好像觉得出于孝心 好像给 不可以把那种插的管子就拿掉 你知道 其实那时候也不能呼吸 也不能吃中 就插满了管子 那时候我觉得 其实那个老人本身呢 他都挣扎着要把这管子拿掉 可是那子女就把他手绑起来 你看这种东西 你到底实际上是爱他呢 你还是让他继续受罪 这东西其实不是 并不是对老人的爱或者是孝心 根本不是这样的话 那奶奶你签这个协议 或者是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有没有跟你的女儿 他们商量过这个事情 我没有跟他们商量 其实我们家有很多事情的话 我就没有商量 我就自己就做主了 因为我相信他们会同意的 因为他们看事情的话 这可能也是受我的影响吧 就是比较开放的这样的 就是大家很面对现实 我们不要做那种形式上的东西 没意思 这个this is not a show 你不需要做给别人看 你知道 你看看我多么多么多么孝顺 你可别说那个 其实那我认为那是最大的不孝 我们这个从东方人讲的话 有时候对于自己的死亡啊 都不是愿意说 你知道也说太多 即使到现在的时候 我要是说到那个什么 这个死了或者怎么怎么 有些个年轻人还提醒我 不要说这些 你知道不要说这些 死的好像不吉利 其实没什么关系 因为什么呢 我有一次在我在一个写作的班上 人家就是让布置作业 要自己写自己的复告 来看看能不能把它写成什么样 我开始的时候 我也稍微有点顾虑的 你知道 有点顾虑 我说是怎么写呢 我还活着呢 但是我就给我死了以后 对吧 就等于我需要预演一下 你知道 这好像有点不舒服似的 后来我也想开了 这其实没什么 其实没什么 后来我就作业的时候 我也做了 我说其实这是 东方人跟西方人的 一些理念上的不一样 你比如说 去到一个这个墓地 去参观是吧 这里的人很愿意到墓地 觉得非常的安静 有很多的花 你知道吧 好像那些灵魂呢 这个死去的灵魂以后 都在那很安静的躺在那里 是这种感觉的 所以这个空气也新鲜 有很多树什么的 你看那个墓碑也都不一样的 我开始的时候 开始来的时候 我就也是不太喜欢到这个墓地去 但是我现在理解 为什么西方人 他不在意这个 所以他们有时候 要我一起去 我也就一起去 就是说 以前呢 从作为东方人 讲的 我们对死亡 有很多忌讳 举个例子 就是说 我曾经在找 找我这个住处的时候 我找了一家 但是挺好的 挺好的 这也是挺新的 里面也挺大的 我就参观了 参观了一下 我也没定 因为当时我想要 我的四半的这个住处 一个公寓 它没有 他说要等了 等了一年半才的 我说那好 我就先等吧 因为那时候我也不着急 结果没了不久 他给我那个 打了电话 说腾出来了 这么一个 让我去看看 我说好吧 但是我在那个 就是那个老年公寓里 我也住着 有我认识的人 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说 我说这有一个 我要去看一看 哦 他说我知道了 那是我一个好朋友 他刚刚去世 你看我吧 一听就说 他刚刚去世吧 这我就有点忌讳 他刚刚去世 你说我就马上搬进去 帮一个刚刚死去的人 就觉得不舒服 这个东西也是 东方人跟西方人不一样 西方人就不在意 那他走了就他走了 让人家打扫打扫就可以了 但是我就拒绝了 我就没有去 所以我搬到 我现在这个也是全新的 我是第一个住进来的 所以 那这种东西啊 这个你受这个 东方的这个教育也好 风俗习惯也好 这都会受影响的 但是我这种东西 就慢慢在改变 我知道那个张奶奶 现在出了一本新书嘛 所以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 介绍一下 你这本新书的这个 大概的内容 我是前面出过两本书 第一本是用英文的 第二本是用法文的 可是我一直觉得 我说我还缺点什么 我得用母语再写一个 那么这个我正好是 你说这个疫情这三年 就是有些时候不能出去 就在我就在这里 有更多的时间 我就写了我的 用母语写了我的第三本 第三本呢 这里头有一小部分 是关于我这个出国之前的 就前50年的事啊 大部分是我出国以后 作为一个新移民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土上 重新再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走出一条新的路 就是这样一个 那么我这个主要呢 是这个我前面我写的 要献给我 母亲在天之灵 这个书呢 已经被台湾艺术家出版商接受了 所以在可能在有个一两个月吧 我就能因为是刚刚接受的事 在一两个月之前 我大概就能拿到一本了吧 大家好期待 我今天聊下来就觉得 张奶奶是一个非常能折腾的 独立老年女性 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个独立女性 然后我觉得张奶奶是我少见的 这种独立老年女性 88岁还这么折腾 然后大家觉得就坦平就好了 就这样活着就好 我觉得在这个现象 奶奶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这个人吧 从小要经历一些事情 要吃了些苦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年轻人 刚才你说的国内的人 或者是躺平 或者是坑老族 或者说现在什么 什么全职儿女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 我是觉得都是太顺了 生活太顺了 从小嘛就是想要什么都有 家庭条件也太好了 你去看看那些躺平的那些 你细想的话 如果他家庭条件不好的 他也不能躺平 他必须去奋斗 他必须得去振扎 他就生存了 他就吃饭了 他就有地方住啊 所以呢 这个说起到教育孩子的问题 就不能让他们从小就太舒服 那其实并不是疼他们 让他们很小就应该培养一种 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且自己管理自己的 自己就处理一些的能力 这个东西啊 就增加他们的自己 比给他们什么都强 你再给他们就是在物质上 再大的满足 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事 所以我是这样 为什么就是 你细看看 那些躺平的那些的 当然这跟有些时候 跟他那个大环境也有关系 是吧 但是你看看他的成长过程 是这样 所以这个理念 也是跟这里都不一样 我给你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这个这里的孩子 要是摔倒了的话 要是在国内的话 可不得了了 马上就说 我看个摔灯都没有啊 或者怎么样是吧 就马上这里的摔灯 让他自己爬起来 爬起来 淡淡 那个身上的土 就往前走了 这个很小的地方 就说明 而且你就从小 就让他感觉到 他有这种能力 而且有些时候 他让他分辨 这个对错的时候 给他让他去分辨 你不要就 就给他做 你的主张 你说怎么着 你去怎么做 是对 怎么做是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 就很大的不同 所以这里孩子 你看这里的孩子 十几岁的时候 对吧 他让他出去 出去打工 比如说 是到一个餐馆里 去断盘子也好 什么这种东西 不是说他家里没有钱 但是他说 你自个儿去赚 你自己的这个零花钱 这个东西非常好 可是你反过来想 这里有些甚至有些 是中国的家庭 出来以后 我怎么能让我的孩子 去端盘子去 这都丢人了 还有很多东西 说怎么能去做 这种时间内容 这里没有这说的 这里的工作都是平等的 但是你可以去自立 这是很让人家尊重的 所以这里的十几岁的孩子 比国内的成熟的很多 他很多不在于说 也许国内的那些读的书 可能更多一些 或者是他不在于那个 他这个要独立 独立思考 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 这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常常遇到 现在遇到的这个不顺的事情 或者是矛盾的事情 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方面 还有这个感情上的这些矛盾 冲突这些东西 我觉得有一点呢 很重要 就是要学会去原谅别人 就原谅别人呢 这也是有的东西吧 不要太主观 不要太主观 有时要换位去想一想 这样的话就容易想得通 而且容易放得下 因为有很多事情吧 真是不是完全黑与白的 它是灰色地带 所以不是马上你就可以判断 是对与错的问题 所以呢 而且况且尤其是感情上的 这个人与人之间 情感上的这些东西 况且呢 有些东西呢 你还是 不会是有答案 没有什么答案的 没有 而且生活当中 我跟你说 不是像你做数学生的 有标准答案 没有标准 是要懂得呢 就是这个包容 就是说起这些东西 人就说好像 有点教条似的 确实人是需要包容 有一个大的心 有一个大的心 这样你才能放得下 你才能过得愉快 88岁的张奶奶告诉我们 很多问题 其实我们不需要 孜孜地去寻找答案 她没有答案 我们就去体验就好了 那么听众朋友们 你们get到了吗 你们学会了吗 非常感谢张奶奶 今天这个 这么启发人的分享 刚才奶奶讲的那句话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她说我是老了 但是我不服老 我觉得有时候 我对这个老年的定义 我非常赞同奶奶的 这种状态 就是一个是你承认 这个身体状况 她的衰老 但是呢 我们的精神状态 其实可以一直保持年轻 可以一直不服老 好了 那么如果大家对 这次的播客 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很想了解 再多了解一点张奶奶 非常推荐去读 她的书籍 来看看她的人生的精华 今天奶奶跟我聊的 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贝贝问到说 你觉得你一生 最看重的一个品质是什么 她说是诚实 上演千赫子老是不谋而合 她说不要糊弄自己 对自己诚实 对别人诚实 我觉得所有智慧的女性 可能最后殊途同归 都达到了这样一个认识吧 我觉得至少对我 还是非常受用的 我不知道对于听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我是很高兴 说实在的 我很高兴 有这些 有这个机会 跟你们谈这些 对错吗 你们自己看 我说的话 有的 有的 有道理 有的可能没有道理 这个不要紧 咱们这个 互动 咱们就互动 那么我看 我今天说得不少了 就到这儿就这样 好不好 那么再见 祝大家幸福 好的好的 那谢谢张奶奶 今天就聊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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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